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王牌保镖里轮到了白俄罗斯 话说片子里的白俄罗斯有一个大坏蛋前总统 他好的不学 却效仿希特勒在国家内部搞种族屠杀 政权被推翻后被拉到海牙国际法庭打屁股 但打屁股也要讲究基本法呀 国际警察找来了一堆证人 结果要么凭空消失 要么空口无凭 所以没证据 再坏的坏蛋到时间也得放人啊 难道正义这一次就要输给邪恶了吗 不 就在警察仰天长叹的时候 我们的局长大人带着手铐脚镣闪亮登场 这一次他的身份是被众人誉为高手高手高高手的国际顶级杀手 为了换取心上人的自由 爱杀人更爱老婆的局长大人答应去海牙做污点证人 出发前局长说 我答应可坏蛋不答应啊 就你们这些烂番薯臭鸟蛋能保护我的安全 下一秒就已经躺平了的臭番薯烂鸟蛋说 保护你 我们只是来去组领便当的呀 于是就轮到我们好久不见的死士登场 作为一个全世界顶级保镖 他这次的任务是保护局长大人 活着走进庭审现场 将大坏蛋总统绳之以法 然而正所谓不是冤家不剧头 被强行黑白配的局长和死士两兄弟 其实早在多年前就是死对头 二十八次交手 二十八次想要弄死对方 想知道什么叫相爱相杀 这部电影就是相爱相杀 但是为了世界和平这样的小事 个人恩怨就暂时先放到一边吧 两个人一路上的遭遇可谓相当凶险 前有追兵后有堵截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巴拉巴拉巴拉 老科 啊 枪战 一声就爆炸了 然后如此循环若干次 最后的结局当然毫无悬念 坏蛋总统 碰该 白俄罗斯被一黑到底 而我们的局长大人和死士 则各自抱得美人归 如果光看结局 这部王牌保镖 简直就是套路中的套路 完全没有亮点 那么这部电影 我们花钱买票 是图个啥呢 虽然好莱坞模式化的枪炮 无聊 但是局长和死士之间的嘴炮 却是这部电影反套路的最大惊喜 从官方推出盛事海报的那一刻 小霞我就在想 当年感动无数人的保镖 变成了两个大男人 啰啰抱抱 如果惠德尼修斯顿 全下有之 夜里一定会在制片方枕头边 唱那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作为世界公认的嘴炮大师 瑞人雷诺茨的此事已经让很多人见识到了语言的力量 而塞米尔杰克逊虽然在漫威宇宙里是一副社会我举隔 人狠花不多的模样 但低俗小说里的老哥最上功夫也是早就名扬四海成为一代经典 这部王牌保镖表面上看上去是说两个高手合作揭穿惊天阴谋 拯救宇宙苍生的故事 其实看完你会发现 不过是两个逗逼一路打情骂俏是吧 互相倾诉中场 以及教在座各位男士如何追女朋友讨老婆欢心的这个情感集团 只不过小霞好奇的是 作为一个已经定档9月22号在国内供应的电影 夹杂着一万只草泥马的对白 会以怎么样的形式和观众见面呢 爹歪 爹歪